反向弓箭步 稍微伸展一下 第一個動作是反向弓箭步 你可能聽過很多人說彈跳力是天生的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我小時候其實是跳不高的 但我透過後天訓練跟努力 我發現彈跳力確實是可以後天練出來的 在練爆發力很重要一點 是如何善用自己的求生本能 在練爆發力 等一下把左腳抬起來 前 左 後 右 四個方向 輪流重複踢 記得保持平衡 我常常會告訴自己 如果沒有跳得比昨天更高 在運動場上我會吃不到飯 你可以找這種類似的方法 利用自己的不安全感 激發你的求生本能 你就會發現 每一次的爆發訓練 都能看到自己的進步 等一下換右腳 下一個動作是保持半蹲的姿勢開合體 我考慮這步 坐完後可以休息二十秒 在休息的時候 盡量能夠做一些拉筋的動作 保持肌肉的彈性 訓練效果會更好 休息結束後 把一隻腳抬起來 前後各踢一下 小跳一下 換另外一隻腳 做同樣的動作 下一個動作是半蹲集挺 先做一個小小的跳躍 著地瞬間 直接成一個半蹲動作 等一下20秒 用八成力力量連續跳躍 休息20秒 等一下做左邊的半蹲集挺 一樣先做一個小的跳躍動作 只用左腳著地 著地的時候 瞬間成一個半蹲的動作 站穩的再起來 等一下20秒 用八成力做左腳的連續跳躍 好休息20秒 好休息20秒 換右腳的半蹲集挺 等一下20秒 換右腳的半蹲集挺 黑倒邊的平衡 準備八成力連續右腳跳躍 休息20秒 等一下20秒 做起跳收息 跳到最高點的時候 把膝蓋往胸口收 記得落地的時候輕巧一點 休息一分鐘 中文字幕提供 等一下20秒要做單腳跳躍 左一下右一下 記得保持平衡 休息一分鐘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ninja 能力的往上跳 如果你喜歡這類內容的話 幫我多多分享給身邊愛運動的朋友 或是善用底下留言區 告訴我下一支影片你們想看到什麼樣的內容 我們下次見 我是Darren Bye 欸等一下等一下 你忘了一件事情 到影片的下面 按到那個讚 哇靠 那頭也太帥了吧 點它有一個紅色按鈕 按下去就對了 喔 欸你還有時間再看一支影片啦 我跟你講這支影片超級好笑 欸還有這支 這支影片 噢掉了 厲害了厲害了 不信你點點看 真的啦你點點看 你是Darren stehen在овой 這支影片 Verein B